哈喽大家好,我是草匠 今天是一期关于我的老本行的一个视频 偏头 做这期视频我特别的慎重 因为一不小心我可能就失业了 做了很多前期准备 比如说我在b站上把所有关于偏头制作的一些视频都看完了 其实很多教程都是套模板 这就对了 可以套模板的话谁愿意自己做 自己做真的是太熬时间了 熬你的头发 熬你的眼睛 熬你的肾 熬你的肝 熬你全身每一个细胞 我浑身都是肝 明明有大把的青春可以去挥霍 可以去快活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呢 一个专业的剪辑告诉你 因为它很爽 OK,直接开始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更好的操作 只用一个软件就是PR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就是你要让大家很快速的明白你这个视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视频 它有很多类型 科技类 时尚类 美食类 鬼畜类 花则类 这是一个传递信息最快的时候 因为现在都是快节奏的时代嘛 甚至在前三秒就告诉大家你的目的是什么 不同的类型它的呈现形是不一样 一般我这片头视频的话我会问他很多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关键点所在 第一就是关于你的片头的一个主体 是你的名字呢,logo呢,还是一个主要的元素 这个必须得把握住了 第二我会要问的就是 你想要什么风格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喜好 他可能在里面加一些自己的恶趣味 然后必须得抓住 他到底喜欢哪个点 对于自己制作视频的话就更简单了 就是你喜欢什么 你想给大家展示什么 整体给大家第一感觉是什么 现在就应该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去架构整个世界 不涉及AE部分的话 只是用PR来做片头的话 是不会有镜头运动的 AE的话是可以做镜头的运动 但是PR的话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就是一个平面 而且最简单的话也是制作一个平面就够了 不是说它真的很平哦 类似于拍摄的时候有个前景、中景和后景 这三个景别里面你要安排哪些东西 首先你的主体也肯定是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 它可以是放在前景 也可以是放在中景里面 有一些片头就很简单嘛 就是一个纯色 然后上面放一个logo 做一些logo的效果 这种是非常干净非常概念的 这一类很多你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什么一条啊二根啊 它只需要有一个logo的突出就行了 我们有了一个空间的概念 在里面添了东西 以后我们要知道 做一个片头的最佳时长是多少 三到五秒 一定要在五秒以内 因为它并不是你整个视频的主体 但是呢它有一种抛砖隐喻的感觉 它也是 所有记住这个时长 三到五秒以内 我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比如说太长了 大家就可能并不是关注你整个视频了 然后觉得好无聊哦 什么东西呀 我是来看其他的 怎么会看到这种东西看得那么久 看来有七八秒 跟我一起走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物料的部分 什么叫做物料呢 老生常谈了 什么音乐呀 素材呀 还有音效 这几个部分就是你所有片头的五脏六腑 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就是音乐版权的问题 我视频固定的一些音乐都是我自己买的 有一些音乐是直接询问了作者然后得到了同意 还有一些音乐是它本身上面也写了可以非商用的使用 有一些音乐是可以到一些网站去购买 那就是费钱的一个事 一定要标注原作者背景音乐的名字是什么 这也很重要 OK现在我们就要制作一个简单快速的片头 为了更方便大家去操作只使用到premiere和ps两个软件 咱们就以视频开头那个片头为例子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工程文件 这一部分是我之前做的 然后这个序列二就是这一部分导出来的 你在做好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先导出来 然后再做其他的效果的话 电脑没有那么卡 OK现在开始我们来拆 这两个是我的视频 所以说把它拖出来 好记住刚才我说的吗 前景中景和背景 我这次选的是一个简单的纯色背景 一个偏粉的红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纯色背景 音乐 音乐一想要动感的话就踩点 踩点很好踩 就是根据这个音频来踩 OK背景已经好了 有一个主体的字 主体占我整个视频的大部分 我想要给大家增加一些背景来装饰一下 就有这些发发 这个花的话我把它单独提出来 它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一块钱几毛钱都买得到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对你的素材进行二次加工 这个非常重要 我进行二次加工就是调色 它本身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来把它剪切掉 它本身是一个这样的 这个花很像过年那种 但是我拿过来了以后进行了一个调色 用颜色矫正里面的快速调节工具 Lumetra Canon 其实这个调色就是凭感觉的 因为我想要它整个颜色没有那么的艳丽 所以说就调了一个饱和度 调了色温以及色彩 但是整体的话 还是要把它放到你的背景上来看 把它放到下面一层 这样它就在上面一个字体的下面了 这个花是有一个整体的在开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这个字和这个花有一些连接 所以说我复制了一层 先按out 然后点击这个视频素材 左键拖出来 它就是复制 复制出来一个 你看它复制在它头上了 是吧 复制在它头上以后 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增加一个透明度的遮障 点一下这个 这个字就被镶嵌进去了 这个遮障你可以自己去挑 蒙版的一个语画 字插到这个花里面的这种感觉 这个结束以后 我开始复制这个素材 因为我想把它更多的放到里面 第二个以后 也是同样的原理 出现了这种字体插到花里面的感觉 咱们这个操作的话 是需要有一定的 Premiere的操作技术 才能够达成的 你还不知道怎么导素材 或者是哪个键是什么用处的话 可以去看一些基础的教程 好 现在就是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样看整体有点单调 所以说我又加了一个这个素材 反正它们三个颜色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违和感 好 整体它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会发觉整个画面就是 没什么意思 于是我又去找了一些图片 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达立的图片 是我抠出来的 看到它在这里 我只做了一点点的动态 就是从外面 然后进来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做关键针 当你抠好了 把素材拖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这个 这个非常容易 点一下这个运动 你会看到有一个中心点 我要做的是 这个图片从这个边上 以这样的一个状态进来 所以说这个中心点 不可能是在中间 如果是在中间的话 它的旋转就是这样的 是以这个中间为中心的 所以咱们把这个中心点 拖到下方 到下方以后 你就会发现它是这样的了 可以有一个这样翻转的感觉 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个关键针 给一个旋转的关键针 一般三针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运动的趋势 两针的话就很快速的弹出来 所以说我们可以三到四针 就是这样 看到了吗 我觉得太单调了 特别是整个主体太单调了 所以说加了一些 这个字的一些黑白交替 这个很简单 打开你的PS 不是有片头两个字吗 改变它的颜色 你就不用去做什么效果 直接用这个交替的 就可以有一些闪烁的感觉 整个画面是有平衡的 这边比较拥挤 然后这边比较少 我就加了一个丢落的祈祷之手 直接把它放到 字体的后面就行了 我觉得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 除了这些花在动以外 就蝴蝶淘宝 有那种三块钱一堆的 论金来卖的 透明通道的东西 就很方便的是 你可以不用AE去做一些效果 这个视频直接放进去以后 就是一个透明的通道 它下面可以放任何的东西 像做这种简单的片头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技术 其实是在于你对颜色的把控 对空间的把控 对整个画面布局的把控 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这个视频 你看了以后 能够让你萌生一点点 去剪一个属于 自己的片头的想法的话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记得给我看哦 拜拜 拜拜